大家好,欢迎来到腾讯云中级运运课程的第九课 面向互联网业务的域名和证书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本节课,我们将主要向大家介绍 面向互联网业务的域名和证书服务 主要包括云解析、SSL证书以及办案流程等服务 我们将分为三个课时来讲解 第一课时,云解析服务简介 第二课时,证书服务简介 第三课时,是备案流程简介 我们首先来讲解第一课时的内容,云解析服务简介 域名解析就是将人们惯用的域名来转换为机器可读的IP地址的过程 在对外提供各种服务的过程中 域名解析服务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服务 而腾讯云的云解析是基于业业领先的DNS-POD域名解析 提供可靠、稳定的权威域名解析服务 DNS-POD是国内领先的DNS服务商 有着10年的DNS解析的服务经验 腾讯云的云解析主要有以下的优势 第一是无线的域名管理 腾讯云解析支持全网域名的解析 可以实现统一的管理 可以无线的添加 第二个是支持解析的自动导入 添加域名之后 云解析可以自动的导入该名下所有的已有的主机记录 第三条是实时生效 当我们在云解析上修改了解析的结果之后 它是实时生效的 可以秒级同步到DNS服务器上 第四是异常告警 可以进行记录的修改 异常操作随时提醒 保障我们的域名安全 第四是支持几乎所有的记录类型 包括A记录 4A记录 MX记录 CNAME记录等等等等 然后是支持云资源的绑定 可以支持关联到我们腾讯云的云资源 直接解析到腾讯云的云服务器或者是负载均衡 非常方便 一键操作 另外 腾讯云的云解析还支持解析量的统计 域名的锁定 CNAME加速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腾讯云的云解析 首先是多节点 腾讯云的云解析拥有全球领先的DNS集群技术 在国内有40个云集群的节点 而在国外有8个云集群的节点 有超过463台服务器在提供专业的解析服务 第二点是多线路 域名的解析实时的更新 目前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等线路的细分 还可以设置海外、国内分省或者自定义的线路 第三点是快速 云解析采用了新一代的高性能DNS服务端程序 为我们提供稳定的解析服务 解析速度超过主流解析的上百倍 最后是安全 云解析在周斯顿的防护系统的全覆盖之下 有多种专利的防护算法 拥有200G的DNS攻击防护能力 是大数据时代最可靠的网络安全专家 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腾讯云的云解析服务 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在腾讯云购买域名 这样我们的域名默认就可以直接使用腾讯云的云解析服务 第二种方式是将我们在其他域名注册商注册的域名 转入到腾讯云 我们看一下域名的转入 首先我们需要在我们原来的注册商选择域名转出 得到转出域名的密码 之后我们在腾讯云的域名服务中选择域名转入 然后根据提示的内容填写我们转入的域名 以及转移的密码 点击提交即可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腾讯云的云解析服务器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解析功能 将域名加入到云解析的管理 然后将我们域名的ns服务器修改为云解析 提供的ns服务器地址 就是我们图上用红圈标出来的这一个 然后等待ns服务器生效之后 我们就可以享受腾讯云的云解析 为我们提供的域名解析服务了 第二课时证书服务简介 腾讯云的SSL证书提供了安全套节层 也就是SSL证书的一站式服务 包括了证书的申请管理以及部署功能 与顶级的数字证书授权机构和代理商合作 为我们的网站和移动应用提供了https的解决方案 腾讯云的证书服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证书的签发 腾讯云和国际顶级的数字证书机构进行合作 包括了三文铁克亚洲诚信等等 为我们提供专业的证书的签发功能 第二是快速的申请 腾讯云证书服务支持在线自动的SSR申程 命运身份可以通过DNS自动验证 简单一步就可以提交申请 可以实现审核流程的全自动 第三是集中的管理 腾讯云可以支持多平台的证书管理 可以上传我们任意机构签发的证书 帮助我们统一的集中监控每个证书的有效期限 同时腾讯云还支持私钥的托管 最后是轻松的部署 腾讯云证书服务可以支持快速在云资源中部署数字证书 目前负载均衡CDN都已经支持了证书的部署 我们可以一键实现证书的部署 SSR证书的基本分类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域名型 也就是DV的SSR证书 这种证书它的现任等级一般 只需要验证网站的真实性 就可以颁发证书来保护我们的网站 第二种是企业型 也就是OV型的SSR证书 这种证书现任等级强 必须要验证企业的身份 需要有严格的审核 安全性更加的高 最后一种是增强型 也就是EV的SSR证书 它的现任等级是最高的 一般适用于银行证券等等金融机构 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核 安全性最高 同时可以在我们的浏览器上 显示出我们公司的完整的名称 我们可以在腾讯云的证书管理当中 申请免费的DV 也就是域名型的证书 我们只需要选择免费版DVSSR证书 然后填系相关的域名信息 通过DNS验证或者是文件的验证 就可以一键申请有效期一年的免费的DV证书 我们的证书可以直接部署到云服务器上 也可以部署到负载均衡和CDN等 直接对外提供服务的云服务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证书部署到负载均衡上 这样用户和负载均衡之间的通信 就是经过SSR加密的了 但是呢 负载均衡和云服务器之间 仍然是通过我们的VPC的内网 进行非加密的通信 也就是HTTP的通信 这样我们可以有更高的效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CDN上去部署证书 使得我们CDN的服务更加的安全 对于用户来说也更加值得信赖 同样我们只需要选择对应的证书 然后就可以一键部署了 最后一个课时 我们来讲一下备案流程简介 根据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国家对于经营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实行许可制度 对于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实行备案制度 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 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否则视为违法行为 因此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服务器 开办网站必须要先进行网站备案 备案成功取得通信管理局下发的ICP备案号 之后才能够开吨访问 备案是将域名向主管机关报告室友 存案以备考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的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需要及时地进行备案 如果网站域名没有经过备案 就解析到腾讯云的服务器上 就有可能被腾讯云阻断 并跳转到固定的页面 提醒我们尽快地进行备案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搭建网站的话 一定要先备案 然后再开通网站 如果网站域名已经存在了备案号 但是之前不是在腾讯云备案 但是服务器已经转移到了腾讯云 那么我们就需要尽快办理接入备案 此类的网站在初审通过后 就可以正常的访问 不会被阻断 另外呢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腾讯云的海外服务器 那么也是不需要进行备案的 腾讯云提供的备案服务有以下优点 第一就是可以快速的出审 当我们提交全部的备案资料之后 腾讯云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 就返回我们的出审结果 第二点是免费的幕布 腾讯云可以为我们提供免费的核眼单幕布 我们可以自行拍摄核眼单 并且不需要把幕布再寄回去 第三个就是724小时的咨询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向腾讯云的客服进行咨询 最后是备案的补偿 我们备案的时候可以无需担忧 我们备案使用了多长时间 腾讯云将会给我们赠送多长时间的免费的云服务器的使用时长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备案的整体的流程 第一就是要验证备案的类型 需要根据我们填写的主办单位的证件号码和域名 来自动验证我们备案的类型 第二点是要填写备案的相关信息 需要补充相关的文字信息 并且上传我们证件的一些资料 腾讯云就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初审 并且将审核的结果通过短信压或者邮件各种方式通知给我们 第三就是要办理拍照和邮寄 网站的负责人需要办理拍照 然后企业用户呢 需要将网站真实性核验单邮寄到腾讯云 第四就是等待我们的各省的管局进行审核 各个地方的管局审核的时长不一样 最长应该不会超过20个工作日 第五也就是最后当我们管局审核通过之后 系统就会显示我们的备案号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开通我们的网站访问了 另外呢 我们备案需要的材料也尽量需要提前的准备好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企事业单位备案所需要的材料 几个必须备案的材料有以下几个 第一就是单位证件 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我们的工商的营业执照 也就是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而对于一些政府机关或者事业机关的话 可能需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包括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或者是事业的法人证书 这些在腾讯云的官网上都有详细的信息 我们可以进行查看 第二点呢 就是负责人的身份证扫描件 让外国人也可以提供护照等等其他的证件 第三个是网站备案真实性核印单 这个是在备案过程中由系统自动生成的 我们直接去打印 然后进行后续的步骤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还有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其他的证明材料 这个是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备案管理要求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湖南 贵州 江苏等等地方进行备案的话 他们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预名证书 另外呢 如果我们的网站是涉及到新闻 出版 药品和医疗器械 广播电影 电视节目 文化等相关的内容 我们需要出具指定单位 开具的前置或者是专项的审批文件 如果网站涉及医疗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咨询 省药监局来确定 是不是需要出具相关的前置审批文件 第五个是主体负责人法人授权书 如果我们在河南 四川 甘肃三个省份 并且我们的主体负责人填写的不是法人的话 需要提供额外的主体负责人法人授权书 在湖南 湖北 天津 三个省份 如果网站的负责人不是法人的话 那么需要提供额外的网站负责人法人授权书 最后如果我们在广东省 办案超过30个网站的话 那么我们继续办理办案的时候 需要提供网站建设方案书 好的 这一课我们主要学习了 面向互联网业务的域名和证书服务 那么在下一节课当中 我们将一起学习 IT项目资源的管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云中级愿意课程的第十课 云端的IT项目资源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将向大家讲解 云端的IT项目资源管理 主要包括云端IT项目管理的概念 管理方式 费用管理等等 最后带大家实际演练 用户权限管理和资源管理 本节课共分为四个课时 第一个课时 理解云端IT项目管理 第二个课时 管理云IT资源 第三课时 费用管理 第四课时 实操 用户权限管理和资源管理演练 下面我们开始第一个课时的内容 理解云端IT项目管理 我们这里说的云端IT项目管理 主要包括了两个部分 分别是用户管理和项目资源管理 其中用户管理主要是用于 帮助我们安全的管理腾讯云账户下的资源的访问权限 我们可以通过CAM来创建管理和销毁用户或者用户组 并使用身份管理和策略管理来控制其他用户使用腾讯云资源的权限 而项目管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以项目为单位进行云资源的管理 提高工作的效率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用户管理和项目管理 用户管理主要是通过腾讯云的访问控制 也就是CAM来进行管理的 CAM是腾讯提供的一个外部服务 主要用于帮助我们安全的管理腾讯云账户下的资源的访问权限 在CAM中用户的身份共范围四种 分别是主账号、协作者、消息接收人和子用户 其中主账号就是我们创建腾讯云时使用的账号 它拥有全部的最高管理权限 而子用户是由跟账号创建的实体 它有确定的身份ID和身份凭证 能够登录并且独立的设置控制台 并且具有API的访问权限 协作者呢 它是隶属于子账号的一种用户类型 它主要是协作主账号 对园上的资源以及子账号进行管理 它不仅可以登录资源 也能够接收通知消息 消息接收人是隶属于子账号的一种用户类型 它无法编程访问或者是登录腾讯云的控制台 只可以通过主账号设置的关联联系方式来接收消息通知 权限是描述某些条件下 允许或者拒绝执行某些操作 访问某些资源 默认情况下 跟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 拥有其名下所有资源的访问权限 此账号没有任何资源的访问权限 资源的创建者不自动的拥有所创建资源的访问权限 需要资源的拥有者进行授权 项目管理是为了让开发商能够更好的管理云服务器而开发的功能 该功能主要是以项目为单位来进行的 通过将各个云产品分别分配到各个项目来实现项目管理 开发商可以新建和停用项目 并且还可以查看项目的设备和查看消耗明细 来知道各个项目所使用的设备情况 还有消耗的明细 通过使用项目管理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让各个项目内的云产品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同时还可以监控云产品的使用情况 一般情况下 一个账号下最多创建100个项目 第二课时管理云IT资源 这一课时我们主要讲解用户权限和策略的管理 策略是用于定义和描述一条或者多条权限的语法规范 腾讯云的策略类型分为预设策略和自定义策略两种 CAM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方法来创建和管理策略 如果我们需要向CAM用户或者用户组来添加权限 我们可以直接来关联预设的策略 或者创建自定义策略之后 将自定义策略关联到CAM用户或者用户组 每个策略允许包含多个权限 同时我们可以将多个策略同时附加到一个CAM用户或者用户组 预设策略是由腾讯云创建和管理的 是被用户高频使用的一些常见的权限集合 比如说资源的全读写权限等等 它的操作对象范围广 操作力度比较粗 预设的策略为系统预设的 不可以被我们进行修改 我们常见的几种预设策略和权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超级管理员 第二种云资源管理员 以及第三种财务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策略允许我们管理账号内所有的用户 以及它的权限财务相关的信息和云服务的资产 云资源管理员允许我们管理账户内的所有的云服务资产 而财务管理员允许我们管理账户内所有财务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付款开发票等等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来创建一些自定义的策略 这样我们能够更加细利度的来进行权限的划分 比如说我们可以为某数据库管理员关联一条策略 使其有权管理云数据库实例 而无权管理云服务器实例 用户或者用户组可以绑定一个或者多个策略来完成授权 被授权的策略既可以是预设的策略 也可以是自定义策略 授权方式可以通过在策略页面选择用户 或者在用户页面选择策略来完成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按照项目来管理云资源 我们之前说过通过项目管理资源 可以把各个云产品分别分配到各个项目当中 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让各个项目的云产品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按照项目来管理云资源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创建项目 在账号中心中 我们可以找到项目管理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项目的创建 停用等操作 在创建新项目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填写项目的名称 以及项目的说明 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新的项目 按照项目来管理云资源的第二步 就是要把云资源分配到项目当中 这里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在创建资源的时候 就把资源分配到对应的项目上面 之后资源就会算在这个项目里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资源创建之后 再把资源分配到对应的项目上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对资源 进行后期的一些调整和整合 在做完了前两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管理的时候 按照项目来进行了 比如说对资源的消耗和费用 我们都可以按照不同的项目来进行查看 第三个是费用管理 这一课时我们主要会讲解云端IT资源的费用管理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云费用账户来管理云费用 例如可以对账户进行充值 或者说使用账户的金额来购买腾讯云的相关服务等等 我们可以登录到腾讯云的官网 然后进入到费用中心首页 可以看到云费用账户的金额 由于涉及到敏感操作 因此只有创建者和管理财务角色的协作者 才能在费用中心查看和管理其他的云费用账户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账户的金额 账户的金额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首先是可用余额 可用余额是指我们可以用来购买云服务的余额 可用余额它的计算方式就像图上这样的 它是账户的总金额 也就是现金充值的余额 加上收益转入的余额 再加上平台赠送的余额 然后减去暂时冻结的金额 以及欠费的金额 在系统进行扣费的时候 它会优先的扣除平台赠送的余额 以及收益的转入余额 最后再去扣除我们现金充值的余额 现金充值的余额 是指我们通过线上充值或者线下汇款充值得到的现金余额 收益转入余额呢 是开放平台的收益 转入腾讯云作为云费用 该部分的金额不可提现 消耗之后呢 不可以开票 腾讯云平台不存在收益转入 收益转入账户为0元 第三部分是平台送送的金额 平台的送送余额也就是赠送金 赠送金它不限制适用的产品 没有使用的期限 该部分的金额是不可以提现的 并且消耗之后同样不可以开票 暂时冻结金额 它并没有被实际的消耗 只是暂时的被冻结了 欠费金额是指账户因为云服所产生的欠费金额 欠费金额不包括垫付未回款的付费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腾讯云的付费方式 腾讯云的云产品有预付费和后付费两种付费方式 预付费就是我们先购买再使用的方式 我们在使用预付费方式购买云服务的时候 系统会首先根据我们选择的资源 对用户云费用账户中的金额进行扣除 后付费是按量付费的模式 在购买时不进行实际的扣费 系统会根据选购的资源确定需要冻结的金额 然后在进行阅读结算的时候 按照实际的使用量再进行最终的扣费 如果我们的云费用的余额小于等于0元 那么就需要先充值 然后再购买云服务的资源 预付费购买的一般为包年包月的购买形式 用户可以根据资深对于云资源的使用需求 一次性的支付一个月多个月或者是多年的费用 在支付成功之后 云资源会被系统分配给用户来使用 直到到期后 用户没有继续续费而被回收 当我们有如下两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推荐使用预付费来进行购买 第一种就是我们具有比较稳定的业务场景 第二种就是我们一些长期需要使用的云资源 我们需要更低的成本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预付费进行购买 预付费的整体流程呢 就像上面这个图一样 首先是选购 然后形成订单 再变成账单 然后呢到期之后 我们进行一定的处理 进行续费 选购是指我们登陆官网 我们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配置 以及对应的价格 然后呢 当我们单击确认购买之后 我们进行订单信息的核对 然后进行支付 就可以完成整个购买的过程 也就是形成了一张订单 然后在预付费计费模式下 我们下单完成之后 就会生成账单 包括购买和续费订单信息 以及相关的费用 而资源到期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续费 就会被停服以及销毁 那么我们可以为资源设置自动续费 在设置成功之后 当云资源到期 系统就会自动的扣除账号的余额进行续费 按量寄费呢 也称为后寄费 也就是先按需申请资源使用 在结算时 会按照我们实际使用的资源量 来收取费用 按量寄费 根据资源的结算周期进行结算 一般按量寄费的结算周期 有按小时按天或者按月等等 在达到结算周期时 生成账单 执行扣款 如果账户的余额不足 那么账户就会进入到欠费状态 需要在月定的时间之内完成缴费 而如果超过月定的时间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资源 就会被关停 并且回收资源 按量寄费是使用多少 付多少 如果我们的业务有以下特征的话 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按量寄费 第一种就是业务的发展 具有比较大的波动性 并且我们无法准确的进行预测 第二种是我们使用的资源 具有临时性和突发性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更推荐使用按量寄费 按量寄费的流程 像下面这张图一样 充值就是我们先充值 以保障用户的余额 大于冻结的金额 充值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 开通按量寄费的业务 开通是我们选择 按量寄费的产品 并且购买之后 系统开始按量寄费 冻结是开通之后 系统根据业务结算周期 以及历史的使用情况 来预估冻结的金额 对我们的余额进行冻结 解冻是指在结算日的时候 系统会解冻该设备 已经冻结的金额 释放至可用余额 然后再进行结算 账单是到达结算周期之后 系统根据用量和单价 批价来扣费生成账单 最后在我们欠费的时候 我们的账户就会进入 欠费保护期 然后进入欠费的停付期 一旦我们超过了欠费停付期 那么我们所有的资源和配置 都会被回收和销毁 对于云资源的续费 我们有如下几种操作 第一种是统一到期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主设定一个 统一固定的实力到期时间 然后将选中的实力到期时间 统一延长至我们所设定的到期日 统一了到期时间的实力 将会在相同的到期日之前 收到续费的提醒 并且统一的到期日 已经设置之后 我们就不能再进行修改了 第二个是自动续费 自动续费 我们可以设置 资源到期之后 按月进行自动的续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确保 我们资源到期的时候 账户中有足够的余额 使用了自动续费之后 就不需要我们每个月 都进行资源的续费了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业务 正常的运行 第三种操作是我们最后决定不续费了 那么我们的资源就会在到期之后 自动的销毁 并且没有任何资源到期的提醒 另外关于发票的管理 腾讯员不仅支持我们对使用的费用 进行发票的开具 并且还可以设置定期的开局发票 那么进行定期开发票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是定期开票开启之后 每个月的时日 会根据我们的可开票金额 为我们自动开具 并且邮寄发票 第二是我们需要确保开票信息 以及邮寄地址正确有效 因为信息泄露 或者物田所造成的损失 需要我们自行承担 第三是如果我们默认地址为空 或者开票信息没有通过审核的话 那么我们的定期开票功能 将会被关闭 第四课时 实操 用户权限管理和资源管理演练 这课时我们将进行用户权限管理和资源管理的实际演练 我们将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是新建一个用户组 为该用户组分配原资源管理员权限 第二新建一个用户 然后把这个用户添加到上一部所创建的用户组当中 第三新建一个项目 为该项目创建一个负载均衡和一个云硬盘 第四按照项目来查看资源的消耗和费用 第五将云硬盘设置为自动续费 下面我们就开始实际的演练 好 首先我们打开腾讯源的控制台 然后呢 我们需要进行用户组的创建 那么我们选择访问管理 打开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以及用户组 那么我们首先进入到用户组管理这个页面 点击新建用户组 在这里我们输入用户组的组名 我们就直接叫做云资源管理员 然后点击下一步 根据我们的要求 我们需要为该用户组来分配云资源管理员的权限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选择这个策略也就是Qcloud Resource 这样我们的这个用户组就可以拥有我们的云资源的所有的管理权限 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 然后它会提示我们关联策略成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创建了一个云资源管理员这样的一个组 并且我们给它了资源管理所有的权限 那么我们最后点击完成就可以创建我们的云资源管理员这样一个用户组了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用户 然后把这个用户添加到我们上一步所创建的用户组当中 我们选择用户管理打开用户管理这个页面 然后点击新建用户 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协作者 我们给它填写一个用户名 然后这里是备注可以不填 我们填写上账号的ID 然后填写上对应的手机号 并且填上联系邮箱 然后是是否允许接收微信的消息通知 我们选择是 然后等等保护和敏感操作 我们先选择不开启 输入验证码 这样我们就创建好这个用户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添加到现有的用户组当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选上原资源管理员这个用户组 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创建出了一个新的用户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步 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给该项目创建一个负载均衡和一个云印盘 我们选择这里的项目管理 点击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点击提交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新的项目了 接下来我们到云产品里选择负载均衡 新建 去购买一个新的负载均衡 其他的地方我们都使用默认的配置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注意这个所属项目 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项目都在这里 我们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测试项目 然后点击BG购买 然后点击BG购买 点击确认 好 现在我们已经购买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一个云印盘 我们点击新建 创建一个新的云印盘 这里我们都使用默认 然后在所属项目部分 我们选择我们的测试项目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确认购买 这样我们就创建完一个云印盘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按照项目来查看资源的消耗和费用 我们进入到费用中心 然后在账单管理部分 打开账单的汇总 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按照项目来进行查看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 由于我们的刚才那个测试项目 它是刚刚创建出来的 因此在我们的汇总的账单里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项目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我们点开我们终极课程的使用情况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使用了云数据库 MongoDB和云服务器CUM 分别有相应的扣费 最后我们要给我们的云印盘设置一个自动续费 我们首先回到我们的云产品 找到我们的云印盘 在这里找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云印盘 然后点击更多 选择设置自动续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弹出了一个提示框 告诉我们当我们设置自动续费之后 在账户金额充足的情况下 云印盘到期之后将会按月自动续费 避免忘记续费导致云印盘被回收 我们点击确定允许自动续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动续费成功 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标志 表示我们的云印盘已经设置为自动续费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用户权限管理和资源管理的演练 本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云端的IT项目资源管理 包括云端IT项目管理的概念 管理方式 费用管理等等 那么在下一课我们将一起来学习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云终极愿违课程的第11课 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支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课程概要 这节课介绍在使用腾讯云的过程中如何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支持 首先讲解了产品和技术支持服务的概述 最后介绍了腾讯云的旗舰版服务 本节课共分为两个课时 第一课时产品和技术服务概述 第二课时旗舰版服务概述 下面我们来开始第一个课时的内容 产品与技术服务概述 当我们在使用腾讯云的各个产品的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运维或者技术类的产品使用问题时 我们可以登录腾讯云的官网 然后按照界面的指引来提交公单 腾讯云将会尽快的响应 我们在提交公单的时候 应当注意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问题分类和常见的问题类别 腾讯云为我们常见的问题分类和我们一些常见的问题进行了提示 如果我们在提交公单的时候 发现了有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先点进去进行相关的查看 看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跟腾讯云给出的典型的问题类似 如果是类似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根据腾讯云的提示来进行相关的尝试解决问题 这样可以避免浪费我们的时间 第二个是我们要详细描述问题的现象和需要获得的支持 如果我们在常见的问题里面没有发现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公单的创建 那么在创建公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详细的描述好我们问题出现的现象 只有这样腾讯云的工程师们才能够准确快速的帮助我们进行问题的定位和问题的解决 并且我们最好需要将我们所需要获得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是技术支持 还是说我们需要一些相关的管理的权限 把这些问题写清楚之后 我们可以更快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是要填写正确的联系方式 只有我们填写正确的联系方式 我们腾讯云的工程师才有可能快速的联系到我们 否则的话腾讯云无法联系到我们 那么我们的问题也将会拖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我们在提交公单之后 公单可能会有以下的几种状态 第一种就是未处理 我们新提交的公单或者是技术支持收到公单 但是评估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们的公单状态就会是未处理 我们可以对未处理的公单进行补充和关闭的操作 第二种状态是处理中 也就是我们的技术支持收到了公单 并且进行了评估 正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对于处理中的公单呢 我们不能进行任何的操作的 第三种是代补充 是指技术支持收到公单并且评估之后 认为我们没有提交完整的信息需要补充 那么我们可以对代补充的公单进行关闭操作 当我们对代补充的公单进行补充之后重新提交 那么公单会重新进入未处理的状态 第四个状态是以结单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公单实施完成了 或者是我们在技术支持操作之前关闭了公单 那么我们的公单就会进入已结单的状态 另外呢除了提交公单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得腾讯云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第一个是腾讯云的技术支持论坛 在这里我们可以和腾讯云的其他的用户 以及腾讯云的官方人员 对腾讯云相关的内容进行讨论 并且获得支持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获得包括安全意境 活动通知等等相关的消息 第二个是腾讯云的产品文档 这是腾讯云官方的产品文档 上面有对腾讯云的各项云产品详细的说明和提示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查阅 第三是云家社区 云家社区提供了专栏 问答 沙龙快讯等等栏目 是开发人员和运维技术人员进行学习和探讨的社区 第四是快速入门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腾讯云上开始和搭建云服务 第五是云学院 腾讯云学院是腾讯云旗下面向广大开发者的云技术学习平台 平台联合了国内外的优秀的教育机构 为开发者提供了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等领域的优质的课程内容 第六个是SDK中心 这里集合了从讯云的各项云产品的SDK 开发运维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用 第七个是资助服务中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账号充值 有额提现 找回密码等等各项的资助服务 第八是白皮书中心 这里提供了各项产品的白皮书 以及针对各类场景的解决方案白皮书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 腾讯云的云产品 第二个是旗舰版服务概述 为了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腾讯云推出了旗舰版服务 腾讯云为旗舰版客户提供了一系列的专属服务 覆盖了客户业务的整个的生命周期 保障业务在任何的阶段都能够稳定的运行 只要用户每个月在腾讯云销的金额大于10万元 那么就可以通过联系商务经理 或者是拨打客户电话来申请购买旗舰版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旗舰版用户的专属权利 第一个是延期停服务 它为我们提供设备到期和账号欠费的延期停服服务 可以减少我们因为充值不及时等问题导致的停服问题 保障我们的业务能够稳定的运行 第二是专家护航 在故障跟进处理 特殊需求跟进解决等方面 为用户提供专家1v1的服务 第三是安全保障 可以获得更高的DDoS防御一直 避免业务出现不可访问的情况 第四是服务的快速响应 腾讯云为旗舰版服务用户提供了大客户经理 提供7x24小时的快速响应服务能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旗舰版服务和基础版服务的对比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旗舰版服务在售后专家服务 功能响应时间 机费特权 第三方软件支持 又推广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更加强劲的服务支持 可以帮助我们在使用云服务的时候更加有保障 售后专家服务方面 旗舰版服务提供了1v1的Q群服务 而基础版服务没有相关的服务 在供单响应时间上 旗舰版可以保证在15分钟之内供单能够得到响应 而基础版只能保证60分钟之内供单问题得到响应 在机费特权方面 旗舰版用户在欠费到期时可延期停付 减少因为充值不及时导致的停付问题 并且可以购买共享宽带包 可以申请后付费冻结金额提前解冻 在第三方软件支持方面 腾讯云可以为旗舰版用户提供配置指导 以及故障排除 而在上云测试方面 腾讯云可以为旗舰版用户免费的提供上云支持 在业务推广支持方面 腾讯云提供了专属的商务经理 全程跟踪服务 根据客户的业务类型 给出合适的业务推广建议 并且依托于腾讯强大的推广渠道 帮助我们的业务快速发展 在架构知识方面 腾讯云提供了专属的售前架构师 全程服务 提供产品使用方法和配置的指导 量身定制基础架构 平台服务 网络连接等等 在专家保障货行服务方面 腾讯云可以提供有偿的 售户专家的货行服务 另外 在变更版本控制方面 腾讯云现往一切版本变动 都将绕行客户的云服务资源 同时对于重要的变更 向用户提出测试要求 全力保障客户业务的稳定运行 好的 这一刻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 获取产品和服务的基础支持 那么在下一刻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进行解课实验 谢谢大家